5點19分 帶大家來關心天氣 今天大台北地區 溫度依舊非常非常的高 是因為颱風在 步步的進逼過程 台灣都屬於一個 外圍沉降區 所以像是今天新北三峽 出現了40.4度的高溫 而且不只在新北市 像是在新竹 台東 還有在屏東 高溫都在38度以上 而今天在南部地區的雨 也來得非常的大 是午後雷雨 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這跟颱風還沒有 太直接的關係 這來到了大雨特曝的等級 但是到了明天的時候 天氣會有一點變化 我們來看到明日天氣 基本上降雨明天中午之後 確實在東半部地區 雨是會逐漸的增多 是因為外圍環流的影響 而南部地區 可能還是以午後雷震雨 的天氣形態為主 而在溫度的部分 沒有下雨之前 溫度依舊偏高 所以西半部地區 仍然要留意 有可能會出現極端的高溫 37度以上都是有可能的 尤其在大台北地區的彭蒂 以及在近山區的內陸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颱風的路徑 目前這個凱米颱風 是已經變成了 中度颱風的強度 甚至不排除 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還會逼近於中台的上限 強度會再增強 是因為在海洋上面 熱含量相對的來說 是比較高 而且海水的條件 是有利於它的發展的 而目前不排除在禮拜一 也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凌晨 有機會就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禮拜二 也就是明天的下午 有機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在禮拜三 禮拜四 是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 而風雨也是最為劇烈的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會逐漸的北轉 往中國大陸去 離台灣是越來越遠 但影響還沒有結束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未來幾天的降雨狀況 在禮拜二的時候 其實感受上 東南部地區 會越晚風雨越明顯 但是上半天 可能天氣還是一樣高溫悶熱 而中南部地區 是以午後雷震雨為主 而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 當這個颱風靠近台灣 影響會越來越劇烈 尤其在中部以北 不排除 有可能會來到大雨 或者是毫雨以上的強降雨 也就是每日的累積雨量 會突破200毫米以上 而在南部地區 則可能要等到禮拜四的時候 當這個颱風 過了台灣的北部 接著往北轉的時候 會引進比較旺盛的西南風 所以這時 南部地區的風向 還有這個路面 會呈現一個垂直 所以雨會來得比較大 尤其山區要注意 會有好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這幾天呢 可能剛好颱風會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強 所以最好在今天之前 就做好防台的相關準備 以上是這一節的心象說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